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定受訪者 怎麼選 翻查 有一天我們在開組內會的時候 我們那個組長就說 在慈濟 所有的工作都要自己去找 自己認陽 否則你會沒有事做 所有的功能都被認陽光 文宣沒有人填 我當下就填了文宣 上電腦基礎課程 是從案件開始認識起 人文真善美 沒有文字 我就去做文字 沒有人照相 我就去照相 錄影沒有人 我就自己去買錄影機 自己開始學錄影 錄完帶著又沒有人剪 我就自己慢慢地去摸索 我第一次要採訪一個人物 我剛走到他旁邊 請問 他就說 對不起 我很忙 就離開 為了要採訪到這個人物 他當醫院志工 我也去 反正他做什麼 我就是當跟班的 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你不是說要採訪我嗎 好 給你問 讓我體悟到說 要承擔人文真善美之前 一定要先結好人緣 以前是吃好的 穿好的 要到各地去遊玩 這樣才算對得起自己 承擔人文真善美以後 讓我的觀念 想法 甚至說金錢館 都有很大的改變 我覺得說 只要你有心 什麼困難 還是可以克服的 對幸福的定義 想法簡單 做法簡單 生活簡單 就是最大的幸福